我叫Tracy 其實我自己想來這裡是因為自己都真的想學廚藝 但是我就發現來到這裡不是學廚藝 其實雖然短短幾天 但是我有看過周博士的書 我媽因為在電堂偶然又聽周博士的分享 但是我想是這幾天令我感受到的時候 其實你看書或者分享 其實最重要是你自己有沒有吸收到 這幾天是很不容易才請假 所以這幾天我避書就很忙 我就說了你不要煩我 所以這幾天有些同事幫忙做事 才可以真的有一個心靈去吸收 很感動是周博士講的 我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周博士是 我馬上買了周博士的《綠色心靈》那本書 我都看了一整晚 但是周博士只在一部分裏講 我已經覺得很感動 因為講的時候其實是講你信不信 和你的心要改變 那我發現的時候這幾天的時候就真的好像很明白 就是看回周博士的書 我發現是很明白的 那我覺得整個講座上面我最得著的時候就是 就是素食可以改變或者食山可以改變自己 這件事我已經感受得到 因為我自己是輕鬆了和放開了 而周博士講了幾個項目 其中一個項目我老闆經常都講 就說不要用頭來想事用心來想事 但是那一刻我是不明白的 就是理論上我是明白的 但是實質上是不明白的 但是周博士講的時候 我是留眼去的 就是講了PowerPoint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自己真的要去感受和放開 和香港人是 我想是沒有一個時間去放開自己 那變成你吸收的東西 無論你吃的東西不吸收 我想你聽的只是知識上面吸收 但是你沒有心靈上面的改變 那我覺得這件事反映在整個項目上面 我的得著是很感恩 也都很感恩就是收拾時送給我的書 你的書我全部都沒有 就是我買了其他書 但是和我家裡有癌症的病人 就是我妹夫是做了四次手術是沒有癌症 但是我媽媽經常叫她不要出去吃 但是她都不聽 那我很希望就是把其中一本書我看完之後 可以送給她 也都希望我就是慢慢感染我家人 然後我感染了我妹夫 因為就是她的生命不是單止她自己 也都是其他人很關心她 那所以就變了就 我覺得整個項目是很貴的學費 但是我覺得我得著了很多 那所以很感謝周博士和所有的同事 那所有的同學 那還有我覺得我會學會很感受到是笑容 那我第一次學傳系那時候是Paggy 因為那時候是WhatsApp她 又來學年高 但是我發現這個所謂的辦公室 或者這個餐廳和其他餐廳很不同的時候 是每一個人都笑 和那個能量感受到是一個正能量 那這個是我很開心 也都希望我可以回到辦公室的時候 將整個辦公室都變成是正能量 那我很希望這個課程 多些人去用心學 來學傳藝也好 又或者學這個心靈也好 那一定是會得著 但是一定要用心學 好啊